懂得畫一些Curve 至於這裏的Lerbs 這個表 這個Toolbox 裡面有什麼玩的呢?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表 究竟如何按出來 其實原則上,你只要這樣選擇 它會彈出來的 不過有時候你關掉 關掉之後 你再打算選擇 那條線,它不會突然彈出來 其實它在我們選擇一條線 它就在Modify 裡面 在Modify 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綠色一格格的按鈕 叫做Lerbs Creation Toolbox 看到嗎? 這個按鈕就是 一按,它就會彈出來 看到嗎?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看,當你選擇的時候 它就會彈出來 好了 上面有些Point 和Curve 這些呢 是去Edit 它那個 或者Modify 它那個2D Form 對不對? 例如它的線又要Edit 要做 頓角 圓角 可以在這裏慢慢攪拌 但我主要想說 Surface 裡面其中幾個功能 好了 有一個 最簡單的 它這個呢 要變成Surface 你可以按一下 這個呢 就會變成Surface 看到嗎? 整塊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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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Surface 可以嗎? 可以嗎? 你選擇它 整塊東西 按一下 是不是? 這樣 變成一個Surface 看到嗎? 變成一個面 明白嗎? 這個 選擇它 按下去 變成一個面 明白嗎? OK 變成一個面 其實你還可以去Edit 它 你只要 按這一邊 選一個 什麼? 選一個 CV Curve 是不是? 再動它 其實這個面 就可以讓我們 比較自由地去調整 3D Phase 原則上是一個 對不對? 大家看到嗎? 是一個3D Phase 可以很自由地調整 這個3D Phase 像一塊薯片 做到 看到嗎? 很方便 是不是? 有時候做一些3D Phase 可以透過這樣去調整 它 明白嗎? 3D Phase 這個呢 就叫做 Create Cap Surfac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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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